有本事通通事先講 今天昨天說不要搶反彈 等回升暴力的買點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跌很多也跌很深 然後反彈真的會吸引很多人去搶 但是你會受傷 為什麼 這個盤底部沒有爆量 所以接下來很可能會有什麼 更恐怖的那一段你必須要經過 聽這樣的話 另外今天呢我拿園區的 第一手獨家訊息跟各位做這個說明 今天解盤會有園區第一手的訊息 獨家精彩揭露很重要一定要看哦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成績的節目 今天是5月11號 然後下跌55點 投資朋友注意聽哦 以下是我今天收盤的時候 跟會員講的話 就說上市公司呢 它是跌323加 那上市公司下跌800加 是不是跌的加速 比漲的加速多很多啊 保守是對的 保守是對的 然後呢16328是比較要求 比較高的強勢的 強勢一點點的反彈 16219是最弱勢最少的反彈點 投資朋友今天摸都沒有摸到 你都不好意思嗎 弱勢反彈是16219 今天連摸都沒有摸到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它是極度弱勢啊 懂意思哦 所以投資朋友注意聽哦 接下來16000整數不能破 破轉落15899跌破會轉空 勝防還有什麼 補量下殺那一段 我今天開場白直接講結論 然後跟各位做分析 來投資朋友來注意看哦 來好來 APP呢直接幫你打造 很簡單輕鬆明確很愉快的股市人生 股市有漲有跌 漲要拚命賺 跌的時候不要賠 懂我意思哦 來對不對 17025是不是箭頭 17025箭頭很明確 可以往下底下兩個是綠色跌900點 通過意思嗎 是不是簡單輕鬆明確 好你前波APP幫你這個避開 900點風險後投資朋友 上個禮拜啊16408 是不是又箭頭 又箭頭往下兩個指標 又是綠色隔天禮拜一呢 重挫359點 一個箭頭前一次避開900點 那這一次又避開359點 是不是簡單輕鬆明確 你非買不可 懂我意思嗎 來投資朋友來看這個昨天 先看這個5月1號有沒有 全台灣只有江江最強戰報 每個禮拜哦 週末的時候都免費贈送的戰報 16592我讓全國會員APP用戶 還有來索取的粉絲知道115899 是不是全台灣唯一具有 預告能力指標昨天跌破了 好通常跌破重要關卡 會反彈回抽 可以買嗎 昨天我說什麼 我說不能買啊 不能買把握黃金賣點 為什麼 昨天我節目特別花時間解釋說明 提醒再三說什麼 注意聽哦 因為很多人會誤判 就是說因為真的跌很多 真的跌很深 所以那個反彈一定會吸引很多人去搶 可是我說不能搶 為什麼 底部沒有爆大量 沒有爆大量籌碼沒得換手 籌碼沒有做過大幅度的清洗換手 主力不可能拉3成4成5成讓你解套 所以投資朋友只好反向的補量下殺輕籌碼 說起來聽起來是很殘忍 可是那是必要之二 你懂股市的循環你就聽得懂 懂意思哦 所以投資朋友還有要度過 江老師永遠和你在一起 我跟會員APP用戶一起 度過這個修正波 那修正波過後 未來底部成立後 那絕對是我們的天下 懂我意思嗎 粉絲江老師也陪你 永遠跟你在一起 懂我意思嗎 另外待會兒要講 遠遠遠區的第一手訊息 待會兒再來跟各位做分享 有沒有投資朋友 注意看哦 去年15159發生什麼事情 爆量爆7000億 是不是 爆大量籌碼換手 那我們那一波幫會員 掌握住這個爆量之後呢 去年半年的時間啊 12黨賺超過一倍 是不是 所以這個爆大量是必要之二 一定要看到 今年也有機會複製 但是要賺一到兩倍之前 你要先避開最後一波的修正波 那現在這個就是鬧 我現在幫全國會員跟APP用戶 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正在做避開最後一段的 恐怖的修正波 懂我意思嗎 所以同胞聽我的結論 不要慘賠永遠不慘賠 避開主跌箭頭的股票 那你手中如果有主跌股票的投資票 趕快找江江持股診斷太弱流強 未來都是我們滿滿現金的天下 都是我們有現金 在底部確認後最低點狂買 成為賺一到兩倍大贏家的天下 懂我意思嗎 我講的夠清楚 你看喔 這是4月28號 沒有啊 APP用智慧用心用生命保護大家 然後4月29號 大盤反台APP不給主生箭頭 叫你不要買 然後APP一檔箭頭都沒有 這什麼 還有風險嗎 是不是5月3號 APP很理性不帶感情 沒有預設立場 來看上個禮拜五 大跌沒 沒有啊 上個禮拜五 60分雙指標綠綠的 有沒有 APP系統公告都是綠色 請用戶控制持股比重 避開所有翻綠的股票 是不是 翻綠股票一天都不持有 我保證永遠不慘賠 是不是 本週一跳空跌三五九點 是不是毫髮無傷 懂齁 所以頭轉來喔 APP擁有主力全部的美啊 它除了箭頭之外 還有趨勢方向 還有主力籌碼 太棒了 是不是齁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好 頭髮來 中樓系來了齁 我跟各位講過有沒有 上週這麼講什麼 訂單的中國封城造成 訂單地員ASP下降 EPS也下降 造成什麼 產業的供需鏈出現了 這個失衡齁 所以我特別請園區的大廠 我不能講哪一家公司啦 電子的上游的大廠的採購 我跟他問一下產業詳細的訊息 我今天直接讀給各位聽了齁 他說整個IC的這個產業呢 確實受中國封城影響 相關的物流人流都受影響 然後呢消費性客戶 拉貨需求掉很多 聽清楚齁 消費性客戶拉貨需求掉很多 加上長短料還有庫存的調整有沒有 你貨賣不出去你要消庫存 你要花時間對不對 造成什麼 4月短期營運受影響 短期 4月多9成的IC公司都受到影響 然後呢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以下的這一句 重點是這個現象呢 會延續到整個Q2來囉 4月5月6月 今天是5月11號說 4月5月公佈4月營收的時候 不如預期的跌三成的 算對三成了沒有 股價就往下跌了對不對 好那答案就出來了 6月初公佈5月營收的時候 還是會一樣 差不多懂意思嗎 然後呢股價會提早做反應 所以直接鐵口直斷了 5月底6月初見底好不好 所以你不會等太久啊 親愛的會員APP用戶注意聽喔 5月底6月一初 我認為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轉折 因為有我的技術面 然後呢有園區的第一手訊息 相輔相成之後做了研判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這一段 很快會發生 雖然很快會發生 避開就好 那以等它發生結束後 那大機會就來了 我待會做進一步的說明 同意思嗎你看喔 我已經盡全力了 人活著是為了造福人群 這一波很多散戶受重傷 可是APP讓所有投資人 活出生命光彩有沒有 你有APP你是我的會員 不會產培 保證不會產培 為什麼 創世APP啊 能夠把我的技術轉化成APP 造福人群 盡點社會責任 這是我在投顧辛苦20年 累積出來的成就 有沒有 有沒有 箭頭往上是多 綠色箭頭往下是空 請問有誰看不懂 請問有誰會產培 不可能 怎麼來喔 17127翻綠 17025翻綠 箭頭往下有沒有 有沒有夠清楚 請問你有了APP 以後你不用思考 你不用解盤 你自己是贏家 為什麼 17025對不對 後來呢 16323 是不是從171271跌到16323 跌900點 是不是 再來投報來喔 16408 上個禮拜五 箭頭又來了 箭頭又往下了 紅色箭頭是多 綠色箭頭是空 有誰聽不懂 趨勢又綠 主力又綠 箭頭往下趨勢綠 主力又綠 禮拜一跌上59點 你認為價值有多高 你認為你購買APP的價值有多大 你自己來做衡量 是不是 你絕對是贏家 來投報來喔 跟各位講 不只多頭帶你爆賺 你看喔 是不是連空頭 連修正APP 都會阻止你產培 他連修正波 都會阻止你產培 不給你股票買 不給你股票買 懂我意思嗎 投報來喔 昨天 昨天1640 從16408跌到昨天 16060 061投報有翻紅嗎 有沒有翻紅 昨天開低走高 破景線的反彈回抽 有翻紅嗎 是不是 答案很清楚 今天是不是跌 懂齁 所以投報來注意聽喔 箭頭往下是綠色 永遠戒勝恐懼 永遠不碰 因為這個碰 有沒有跌升了 會引起什麼 引起貪念 有股票漲了 會引起貪念 而這個貪念就是 不是傷害散戶的洪水跟猛獸 好 貪念很容易當散戶什麼 失去理智啊 有沒有 你有APP 你為什麼要買我們的超強APP 他不只及時給你明燈 給你紅色跟綠色 還會徹底保護你的辛苦錢 是無敵萬歲 是功德無量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趕快擁有 這是我辛苦20年累積 你創造出來的創世APP 你現在不需要辛苦20年 直接帶回去 直接享受我們的成果 所以請各位把握機會了 另外呢 我的節目請各位一定要幫我 訂閱按讚跟分享 我今天跟各位講過了 獨家的離空有沒有 這個全台灣只有經常是 投顧老師裡面呢 只有經常是電子產業 記者書中的分析師 我從他的訊息都是 產業的真實現象 我跟各位講的是 真實的現象 真實的狀況 我不會因為要收會員 亂講一通 懂意思齁 所以自己好好把握 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齁 好 另外投注來 這個已經講過了齁 來 MACD責任法已經太熟悉了 來投注請問喔 你自己看喔 有沒有 好 MACD來投注請問 有沒有翻紅 柱狀體有沒有翻紅 沒有 那雙線有沒有翻紅 沒有 均線有沒有站上 沒有 整路都沒有啊 那怎麼可能會是多頭 是不是很清楚 太棒了有沒有 再看一次來 你看喔 嘉老師常年交的MAC戰法 我沒有收你任何一毛錢 但是我幫助很多很多的粉絲 會員很多很多 為什麼 柱狀體紅 雙線紅 均線站上 這是多頭 反之是空頭 是不是哪個散戶 那個學不會來 這是我在5月4號有沒有 1656講的有沒有 他反彈一定要過哪裡 過頸線啊 是不是很基礎 頸線跌破 反彈回收一定要過 過了之後變多頭 他沒有能力過 再往下踹呢 變空頭會破底 是不是 全台灣5月4號 之後江老師講真話講實話 幫助你他會破 他會破前低 他會破16219 那昨天是不是破了 是不是 我講的都是真的對不對 然後呢 注意看喔 這是昨天5月10號的截圖有沒有 來喔 之前他怎麼走 之前他的走法是這樣子 之前的走法呢 有沒有 他破了之後呢 反彈回收不過壓力又破 好那再破一次呢 反彈回收又破 他是不是同理可證 同理可證什麼事情 他反彈一定要過哪裡 他一定要給我過這個壓力 過壓力後 轉化成N字型攻擊 那多頭 拍謝他底部就成立了 然後呢 就不會再破底了 所以呢 一定是等哪裡 等16328 過了之後的回撤 突破之後的回撤不破 不破那個剎那做買進 然後享受這個多頭 可是你現在不能夠預設立場啊 你不能去賭他說 一定會過啊 懂我意思嗎 萬一他沒有過的情況之下 我在戰報講的 還有恐怖的那一段 就會出現了 然後呢 全國APP的用戶跟會員都知道 我們的翻身買臉在哪裡 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這個很重要 什麼東西很重要 巴菲特演藝啊 堅持主身 不做短線 不做當沖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任何賞戶 因為做短線 做當沖致富 但是你堅持主身 你會致富 是不是 這是巴菲特爺爺的金句 頭髮來喔 所以我昨天講什麼 不要搶反彈 你昨天搶反彈 今天跌800加 上漲300加 你能夠贏嗎 是不是 你贏了一兩檔 其他的都輸啊 這樣有意義嗎 是不是 勞民傷財啊 兵皮馬困 是不是 不要搶反彈 頭髮來喔 你看喔 為什麼我堅持講說 一定要爆量 頭髮就是去年5月的15159 頭髮來喔 當底部爆大量 是去年的 7000億的時候 頭髮換手了 1519我說我喊萬八會來 頭髮你自己回想 老粉絲會員都知道對不對 去年5月 本土疫情爆發 江老師說 我萬七先供萬七 再賺萬八 有沒有 我說我給你的股票 當我確認底部後 我會給你股票 賺七成賺一倍 頭髮在底部我這樣子講對不對 好15159我抓到爆量底部後 頭髮16393繼續買 一樣喔 供萬八跟供萬九 然後17174繼續買 萬八幣過 頭髮來喔 結果我們出18510 對不對 我在15159 喊多 我在16000喊多 17000喊多 我一路講 17000萬八會來 18000萬九會來 結果我在18510出 對不對 你看喔 從底部一路堅持 報了做多 連續做多 六個月 連續做多半年的結果 頭髮有沒有 你聽說端倪沒 爆量確認籌碼清乾淨 頭髮再看一次喔 有沒有 頭髮這個 籌碼籌碼清乾淨 籌碼已經經過 這個爆量換手後 清乾淨的優勢 然後呢 我們半年的時間 總共12檔股票 賺超過一倍 頭髮懂意思嗎 所以我說跟各位講 今年還是會有中小型標股 複製去年的模式 賺一到兩倍 可是投資朋友 你要你要度過啊 你不能再半三腰 你不能還在 還沒落底的時候 把錢用光光啊 然後把錢輸光 不只輸錢 而且還輸掉你的膽識 懂意思齁 所以的話自己 好好把話聽進去有沒有 反彈把握黃金賣點 16219 有來他是黃金賣點 如果沒有來呢 弱勢反彈 未來就是更篤定會有什麼 會有更恐怖的嚇殺人 是不是聽江江的齁 好那以上是我們整個行情的解析 講得夠清楚夠直白齁 說真話說真話很重要有沒有 APP幫你打造 簡單輕鬆明確的股市人生 頭髮來齁 是不是趨勢這樣子看 然後呢股票也是這樣子看啊 紅色箭頭是多 綠色是空頭髮 請問有誰看不懂 請問如此簡單 如此明確 如此輕鬆 有誰看不懂 是不是不可能 來喔 亞諾法箭頭頭髮 賺93% 狂賺93% 全國APP用戶做見證 會光扣3D 箭頭賺7x6 APP用戶全部都賺到了 保齡附警 全國APP用戶 3月底的那一天做見證 105然後噴到169 扣3高 有沒有 來 扣3D是提款機 那如果扣3高呢 扣3高 有沒有看到 K線在這裡 轉折講未來啊 未來扣3高 他後來是不是回了 懂齁 太輕鬆 有沒有來 精彩126噴到139 星星呢也是一樣有沒有 沒有難度啊 給你箭頭輕鬆賺19% 超感恩沒有難度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的 你看我過去三天講的 我過去三天針對會議 我講什麼 因為很多人去追對不對 好 90.5是買點 然後106是噴出 是不是賣點 我過去三天講什麼 你如果90.5 這一天90.5啊 90.5起漲你不買 你買108 106你很奇怪 是不是 所有賞戶為什麼會賠錢 為什麼 就是低檔他不買 然後高檔拚命追啊 他是不是 你堅持買這個APP 給你的箭頭起漲點 你是贏的 你只能買起漲 你只能買APP給你的箭頭 買箭頭然後風險設好 然後你會贏對不對 可是呢你如果不買箭頭呢 你不買箭頭等股價噴出 媒體講很多人講你去追你就受傷了 是不是 所以答案太清楚 APP的價值在哪裡 給你箭頭 給你箭頭 好 多頭給你箭頭 讓你賺多頭的趨勢方向的暴利 有沒有 會給你箭頭明確顯示 讓你用簡單輕鬆明確的方式去累積獲利 那如果是空頭呢 包含什麼之前的創為 這個是7乘4哦 賺7乘4 然後中貴賺4乘8 新鋼賺了4乘1 是不是 APP用簡單輕鬆明確的方式 幫你操作幫你獲利 來對不對 那空頭呢 空頭會有綠色箭頭啊 是不是 出現箭頭往下永遠都不碰 是不是很簡單 箭頭是往下 趨勢是綠色永遠都不碰 江江老師保證你永遠不慘賠 偉權店 華訊有沒有 好亞信也是如此啊 通家是如此是不是 不會慘賠啊 不該冒險的時候 APP會用 會阻止你 會阻止用戶去慘賠 光照 箭頭底下有沒有 群創 然後呢全新 然後呢穩貌 是不是 所以注意聽哦 金車也是一樣啊 是不是 永遠不會慘賠 保證一輩子永遠不慘賠 試想想哦 一個小小散戶 他已經確認購買APP之後 已經確保一輩子不慘賠 請問人生會有多愉快 是不是 所以有阻碟股票的 一定要趕快找這樣幫忙 舉例說明 好你看我們這是我們APP的界面有沒有 有一個叫避開阻碟 避開阻碟 我們來看華晶科的箭頭在哪一天 來箭頭出現不要碰 這一天啊 這一天出現不要碰 你可以避開下跌啊 是每一檔都是如此 來看我講很多次的十拳 十拳 箭頭在哪裡 箭頭在這裡啊 箭頭在這裡 來看這是什麼位置 這是在這個位置耶 箭頭 箭頭 然後箭頭有沒有 創新地有沒有 整路它都是綠色有沒有 趨勢走向整路是綠 一天都不持有 你連慘賠機會都沒有 來喔 你連慘賠的機會都沒有 你按照APP的趨勢 紅綠來做操作 你想慘賠 APP也不給你機會 他不懂意思嗎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 然後再來 你看喔 連我上週戰報講到什麼 金融股他也大跌了 國泰金有沒有 在這裡 62塊8箭頭往下 今天56了 是不是 再來齁 我講很久的5351的預創 來喔 你看喔 預創哪裡出現箭頭 這裡啊 這裡啊 74今天59啦 是不是看到箭頭 看到綠色 一天都不能持有 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自己 想辦法把握這個 把握住這個機會了 趕緊購買 趕緊購買 然後呢 有主跌股票投資票 趕快找我幫忙 為什麼呢 現在盤 來 我跟各位做個K線圖的 再做一次解析了 來 底下我把它換成成交量 是不是 5量盤跌是輪跌最恐怖 這去年5月份 5月份爆什麼量 爆7000億量 這個是低點 這個低點掌握住之後 半年我們12檔 賺超過一倍 這才是堅持主升康莊大盜 那現在是均線全跌破 均線上升均線跌破 整個上升線跌破 然後量能持續不出 沒有爆量啊 他沒有爆量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爆量主力無法換手啊 籌碼不乾淨 他不可能彈啊 懂意思嗎 所以下沙取量 是我目前最擔心的這個狀況 可是問題來囉 假設你現在有空投 手中的空投股票如果不賣 未來當他出現補量下沙 請問全市場恐不恐慌 請問你恐不恐慌 你我他其他人市場參與者恐不恐慌 他們恐慌的時候會賣會停損會認賠 那一賣出會有什麼 會有滾雪球的效應 那這樣子你的股票就很可能 因為極度恐慌 殺在類似這種最低點 而這個最低點 那是我的買點喔 未來補量 未來這個補量下沙 量出來之後呢 那個點啊 那個點是我要的買點喔 不會太遠了 不會太遠 就差最後一段而已 把話聽進去喔 我講的夠直白了喔 因為一顆心想要全力幫助你喔 聽好了喔 未來都是我們買現金 最低點 最低點有資格有錢 狂買中小型標股 最大贏家的天下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機會喔 這是我們用戶的回饋有沒有 我的人生有了方向 這是很棒的回饋喔 另外呢一定要學習喔 為什麼 我有技術班送給大家 參加會員或購買APP 都可以上去出版 你注意看喔 一定要學會 來 扣3D預告技術 你看這個打賣 50賺到61出光 100張賺114萬 買10張賺11.4萬 為什麼打賣 你看喔 標準太標準了 來 請問這邊的漲勢 漲勢發生什麼事情 漲勢起漲在哪裡 扣3D有沒有看到 賺上轉折扣3D 那為什麼會跌 扣3高幾週 1 2 3 4 5 6 7 連續7週扣3高 扣3D可以100張可以賺100多萬 114萬 那扣3高可以避開下跌 好不好 請問誰是贏家 請問你會不會能夠成為 輕鬆成為贏家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天天天天講喔 幾乎天天講 講什麼呢 你一定要學 你一定要把扣3D提款去學會 為什麼 因為你以後看到任何股票 變成扣3高 你在我的訓練下 你會不敢不敢報 你不敢報 你可以避開 永遠不會出現一個慘賠 你可以避開所有的慘賠 懂意思喔 自己把握機會好不好 這是上個禮拜的現貨 這是這一波段的現貨 哪一天日線出現箭頭 什麼是不是很明確 這一天嘛 有沒有這一天 17248明確箭頭 降一波跌1500點 一個箭頭帶你避開1500點 請問未來十年 在APP的引領之下 你有沒有機會賺十倍 至少賺十倍啊 這是很直接的答案對不對 為什麼一個箭頭可以 綠色往下箭頭避開1500點 如果為了箭頭往上出現呢 它是瘋狂大賺 是不是 所以自己好好的把握機會 來講結論喔 不要搶反彈等回升的買點 這個地方反彈真的很吸引人 真的很吸引人 太吸引人了 所以我必須重複去加強語氣 不要搶 沒有爆量你搶不贏主力 主力不可能讓你狂賺 接下來你要盛防那一段會來 懂意思嗎 那去年就是因為在爆大量後 我幫會員掌握住之後 十二檔給我半年時間 我幫你十二檔賺超過一倍 是不是 今年也會複製 這是去年的成績 今年也會複製 但是要避開最後一段 我講得夠清楚夠直白 就是我現在待會員 全國會員齁 正在ING做的事情 請各位同步做把握齁 最後這個強調齁 手中有套牢的主跌股票 務必找江江太弱留強幫忙 因為未來是我們的天下 自己好好把握機會 APP可以幫助你 有沒有箭頭往下是空頭 有沒有 教會你什麼是真正會賺錢 然後永遠不慘培的投資 改變永遠都不嫌晚 改變永遠都不嫌晚 今天就可以在大家的留言 或者是0800668085電話來做諮詢 美黨新會員持股交給的江江老師 我幫你做診斷胎弱留強 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就是反敗為勝的前提 就是反敗為勝的必要的這個動作 必要的關鍵 那最後我的節目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祝各位未來操盤順利囉 拜拜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